说起LGgram的话 熟悉我的同学应该是不陌生的 那么过去几年 因为我们成天出差 一年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出差 所以带着什么笔记本出门 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困扰我 直到LGgram出现 当时我也是自己第一时间购买了 他们最早的一代 LGgram的15寸 用完之后就感觉一下子浑身都放松了 上五楼一次都不费劲 在超级本的 注意啊 超轻的超级本的细分领域里面 LGgram这个系列一直是唯一的 我本人的一个首选 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的话 这个系列也越来越成熟 来到2021年 这款产品也终于迎来了 它的一次全新的比较大的升级 那么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2021款LGgram表现如何 好 首先说一下 这个产品在国内还没上市 所以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海外的版本 包装盒这边 首先拿着就很轻啊 这个我不夸张的说 比某些机器裸机还要再轻一点 然后我们开箱 里面有着缓震的网络纸壳 到里面的话一个G 无仿布的标签我们抽起来 拿起来 还是熟悉的感觉 一拿到手里就很轻 说明书咱们就不做过多的展示了 再到下方是充电器本体 下方还有一些小的配件 咱们就不说了 好吧 好 充电器这边是一个常规的C口充电器 但是这个体积可不算小 好 来 我们打开看一下 C口充电器线材也比较粗 输出功率这边65瓦的最大输出功率 当然参考意义不大 因为在国航版本的话 它的充电器的外形会有所调整 我们只是大概的看一下 好 来看我们今天的主角 RG Gram的2021款 全开之后 大家看到里面是这种磨砂的表面 但是这种是稍粗的磨砂 并不是那种细的磨砂 然后上方是Gram的这种金属名牌 看见了很亮 白色的话颜值当然是比较高的 不过需要说清楚 它并不是那种 有很强的金属质感的那种感觉 材质方面 很多人都会说 怎么感觉那么像塑料 并非如此 就是摸起来像塑料 但其实是煤铝合金组成的 好 这是A面的颜值的部分 然后按照习惯 我们先第一印象来看一看 它有多重 我们先来看一看 一些常规笔记本的重量是多少 好 这是一个常规的游戏本 我们看一下重量 2521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游戏本的重量 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 看一下今年的游戏本的重量 上周给大家介绍过的比较熟了 再看一下2234 那么今年是重量有所降低 然后前段时间还给大家介绍过一款 获为受关注的 就是所谓的叫轻薄游戏本 1996 注意 这是在游戏本当中 应该已经是属于最轻薄的那几台之一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角 这款LG的Gram 它的重量 1166 1166 好 那么也就是说重量方面 显然超级本和游戏本比起来 在出差的时候是有着很明显的优势 我们给大家开箱的这几款笔记本 主流的这些游戏本都是15寸的 那么它的重量 常规的游戏本都是在2000颗以上 对吧 15寸也是我们游戏本当中非常主流的一个尺寸 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一款 它不是15寸的 这是一款16寸的笔记本 好了 当然有的人说你不能去和游戏本比重量 当然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超级本序列当中 15寸的重量通常是多少 之前给大家展示过的都是灰色的版本 而这次展示的白色的版本 个人觉得研制部分又更进了一步 当然我们还要看一下其他方面了 首先开盒角度到这里 略大于135度 但并不是180 然后我们要瞧一下整机其他部分的一个构成 首先就是接口部分 在机身右侧这里是双USB-A接口 加一个MicroSD卡的插槽 另外是锁口 那么两个USB-A接口 也意味着我目前和现有的工作宅对接的时候 是无缝对接的 不用考虑说要转接线 然后机身左侧这里 视频的HMI接口 不用多说了 我们出差的时候的话 视频接口还是不能省略的 这两个是两个雷电4接口 雷电接口不是免费的 对吧 咱之前聊过 为什么有雷电接口的笔记本都比较贵 这台是一个双雷电接口 再加上3.5毫米耳机接口 也就是说在接口方面 两个A口两个C口 并且是双雷电 应该说是够用的 甚至比某些轻薄游戏本还要再多一点 其他部分的话就比较简单 都是一些常规的样式 咱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 总体来说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 仍旧是熟悉的LGgram系列的感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构成 C面的屏幕部分 一会咱们再聊 我们先看一下整个C面的布局 首先键盘部分是全尺寸键盘 Gram系列有一个优点 就是从15寸到16寸 带到所谓17寸 都是保留有小键盘的 还有就是这边 我们看到它的按键和其他按键不同 那么这显然是一个电源和指纹 二合一的按键 二在下方这里 方向键采用了这种十字的设计 当然尺寸方面为了规整 并不是这种大尺寸的方向键 好 还有这次因为尺寸方面来到了16寸 所以整个的键帽部分 尺寸变得更大一些 我们手指在敲击的时候 回馈力度相比较前代也有所提升 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这个是我以前出差 经常带的15寸的Gram 好 你会发现两个很神奇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边是16寸的 而这一侧是15寸的 你会发现这个16寸的比15寸的还窄 那么也就是说它整个的机身 经过重新设计 包括屏幕的屏占比会更高一点 第二个更大的变化在这儿 我们看到触摸板这块 那么之前的触摸板 咱们曾经聊过 还是比较小的 在使用的时候不是觉得很舒适 而今年的Gram升级到了这么大的一个 并且采用的是一种玻璃面板 好 那么这是整机在这个部分的一个升级 还有一个更加神奇的地方 来我们点亮 OK 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珠贝当中 我们快速进来 简单看一下这台机器的一个配置的情况 首先采用的是1165G7 i7的1165G7 11代的Cruise i7当中 这是超级本里面 我们非常熟悉的明星型号了 咱们介绍的这几款明星的超级本 采用的都是1165G7的处理器 内存方面是16G 硬盘部分我们简单看一下 好 512G的硬盘 默认原厂未封区 显卡部分 显卡部分当然就是极显 Iris的极显 好了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有一个小的地方 刚才咱们聊过 要给大家展示的 也是在设计上的一些变化 首先我们看这个显示屏 它的分辨率 2560乘以1600 那么这个尺寸分辨率的话 比较适合于我们进行 办公文档的一个操作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前代 早前前几代的这个产品 那么它在使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摄像头 我如果立过来的话 它摄像头就照天鹏了 是吧 为什么 非常简单 因为它摄像头在这个位置 Gram在更新之后的话 它的摄像头 调整到上方这个位置 这就显然就非常正常 好 其他方面 我们再来瞧一下 右方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比较熟悉的 今年超级本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英特尔EVO平台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款产品 LG的Gram 2021款 相对于前代的一些主要的升级 首先就是这里 咱们说了 11代的Corei7 作为主流的超级本的运算平台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加的便捷 ARIS的显卡这个部分 这有同学开玩笑说 买处理器送显卡 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今年的ARIS显卡 确实相对于以往的Corei 有着更强的一个显示性能 还有就是本次的屏幕 算是一个亮点 2K级别的高分辨率屏幕 并且比率是16比10 我们办公的时候 也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还有的话 就是接口部分 咱们说了 在超级本里面 这绝对算是多的 两个A口 两个C口 并且双C口 同时是双雷电接口 应该算是豪华了 在超级本里面 对 这次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白色 你希望一些比较商务的 稳重的颜色的话 这次还会有黑色 而不是之前灰色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 整个操作这一会之后 觉得它整个的键帽 和触摸板这个位置 相对于前代的产品 增大了不少 单独的键帽增大 同时的话 触摸板增大应该是体验 最明显提升的一个部分 好了 那么基本上 这款LG的Gram 我们主要的内容 简单的就和大家看到这里了 虽然体验的时间比较短 也没测什么性能 都说你怎么不测性能 这个系列不用测性能 不用测性能 因为它不是以性能为卖点 它的卖点在于轻 以及超长的需求 因为我用过它 之前跟大家聊过 我差不多用了三代左右 不管谁来的 15的也好 14的也好 还有它的17的也好 全都是用过的 最后总结一下 LGram这个系列 它不是一个所谓全能系列 它最细分的人群 就是那些经常需要出差办公的人群 就这么简单 你是细分人群的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 它是目前我体验过的 这些笔记本当中做的最好 没有之一 那么如果你说你是一个游戏玩家 你不用考虑这个系列 那么这个系列 主要就是为了你出差的时候 带着很方便 很轻巧 键盘出摸板用的都很舒服 包括我大量输入数据都没有问题 那么A口和C口的搭配 不论我应对一些新的设备 还是老的设备都没有问题 完整的H3Y接口 也不需要转接线 就可以去连接我们 给客户演示的投影仪 等这些设备 长时间的续航 包括我在一天工作完了之后 甚至我不带充电器 也可以满足一天的商务行程 那么这就是这款笔记本 整个的一个定位了 谢谢大家的设备 谢谢大家的设备 谢谢大家的设备